我听到妈妈喊我去吃饭,我刚探出头,她就拉住了我说,别去厨房宝贝,那不是我。 大家好,这里是老街森鱼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两句话恐怖故事。 这阵子,社区总有小孩莫名失踪,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。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安全,儿童公园禁止成人进入。 一个抱着独角兽玩偶的女孩来到了公园,她的名字叫梅。 突然,告示篮前站了一个男人,她指着失踪孩子的照片,说你是不是很可口。 梅看到后非常害怕,这时男人慢慢转过身来,伸出了黑色的长舌头,变成了一个恶魔。 这时旁边来了一个黑人老太太,男人赶紧恢复了原样,吹着口哨离开了,消失在了楼梯后面。 紧接着,另一边走出一个可怕的老太太,伸出手和梅打招呼,梅被吓了一跳,转身就跑。 她来到球场,遇到了两个打篮球的男孩卡里尔和马库斯,他们聊起了最近出现的恶魔, 梅发现原来不止她一个人见过恶魔,并且只有小孩才能看见恶魔。 两个男孩请求梅教他们两招中国功夫,但梅是越南人,根本不会中国功夫。 于是他们一起进行抵抗恶魔的训练,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强壮,在面对恶魔的时候能保护自己。 才刚练了一小会儿,梅就已经筋疲力尽了,为了更好地帮助梅,他们让梅投篮练习精准度,跳绳练习反应能力。 可训练的时候梅始终不肯放下自己手中的玩偶,马库斯看不下去了,想要抢走玩偶,可梅死活不放手,因为这是妈妈留给她的,里面装满了妈妈的爱。 卡里尔让她不要对梅那么苛刻,马库斯非常气愤,一个人离开了。 随着一声尖叫,马库斯消失不见了,地上只剩下了一个书包,她被恶魔抓走了。 好在他们之前装了一个追踪位置的软件,能定位到马库斯的位置,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小孩子的话,所以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。 他们立刻回到家准备准备,因为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鬼怪,他们带上了玩具枪,桃木剑,还有大蒜,骑上单车出发寻找马库斯。 他们来到了一个白色的阴森森的房子前,看到了那个嘴唇发黑的恶魔老太太,卡里尔让梅留在外面放风,自己进到了房子里,看到了被绑住的马库斯,梅敲响了房门。 卡里尔趁机溜进去救出了马库斯,恶魔想要抓住梅,但是刚碰到梅的玩偶,手就被灼伤了。 卡里尔趁机将木棍插进恶魔的背上,三个人逃走了。 因为梅的爸爸还没下班,卡里尔带着梅回到自己家,听到妈妈叫自己的声音,他们循着声音走过去,却被一双突然伸出来的手拉进了卫生间,原来是卡里尔的妈妈。 这时恶魔变成了妈妈也走了进来,为了保护两个孩子,妈妈冲上去和恶魔打斗,眼看着妈妈要被恶魔杀死。 没想起恶魔害怕自己的玩偶,于是他祈祷着妈妈帮帮自己,然后将玩偶扔在了恶魔身上,转眼间恶魔就化成了灰烬。 消灭了恶魔后,三个孩子无忧无虑的在公园玩耍,而他们身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恶魔。 这部片子来自于两句话恐怖故事,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,但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,会被社会上的黑暗渐渐侵袭,恶魔会侵蚀掉他们本应有的单纯美好,而能够对抗恶魔的就是最真挚的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,评论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